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輸贏都要增湯、增丹、贏錢給大家看的基金經理贏錢負的頻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3年6月28日星期三 其實今天短線上就沒什麼特別好說 個個都是只有一個謹字,而我覺得客觀賬也是這樣 特別是我們香港這一邊,這幾天成交偏弱,最重要是沒有方向 我自己就不太看它,短期會大升到20000點 即使外面很多人都說七一回歸會送大禮,一定會升級 國家會送大禮,耶倫也會訪華,一定會碰 我始終都會覺得比較謹慎 你說硬要碰一碰,沒說一定沒機會 但是暫時整體國家經濟都不太明朗 而且在人民幣的方向,我們都未明白 沒有人知道國家是什麼時候真正認真地出手去救市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未必有太大機會長期撐到20000點 只不過暫時我們都不想看它會這麼容易暴落 整體客觀都想被迫說的事實 就是可能有機會不走不淡,變了沒有太多人玩 也都未必有人肯出手,大幅地按低 在181500以下,按到太低 因為這些價位,如果隨便地又撥穿了 其實大跌速度也可以加快 老實說,這個分水利的價位 最重要多次,如果181500 如果真的撥穿的話,港股的散戶 相對來說,要比較留神 看看這一兩天,它有什麼特別事可以做 而且也可以補充關於人民幣 近來人民幣的升跌,對於股市相對來說影響比較大 其實昨天大市升了差不多400點 其實原因就是可能人民幣又重新升了一些 也不想再重複,也要重複到最後一次 這幅圖是人民幣對人民幣的圖表 所以如果圖表一直一直向上 是代表美金上升,也就是人民幣下跌 所以你的理解要倒轉 但是我們看到,人民幣昨天 是因為一枝比較長的陰燭走下來 即是人民幣稍微升值 所以港股借一些椅升上去 今天港股雖然可以想起有期指 都硬拉回升六十多點去收市 你看到人民幣的升跌 去硬解釋或辯護市有反彈的空間 原來你發覺這幅圖是人民幣成立的 大家看到我現在做YouTube的這一刻 看到人民幣又貶值回 即是說美元又重複上去 而現在這幅圖的陽足 其實是比前面這支陰燭的最高的價位 即是說原來在這幅圖看 人民幣不但沒有升值到 而且是繼續貶值的 當日如果進一步是貶下去 可能貶到去 貶多五六百點子 大家就要慎防市場 又用人民幣貶值 或者加快貶值 做一步可能 又在這裏坊間 又甚至禁慎地 討論那些一對一 人民幣對港幣一對一 那些事情 令市場恐慌的話 市場又繼續 你以為那四百多年好像很壯 那些事情 人民幣的理由又打下去 大家對於今晚人民幣的走勢 始終都要留意 那去到美股那邊 那美股那邊相對來說就不一樣 那美股那邊相對來說就不一樣 期待一下今晚 會不會有新的方向出來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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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來來去那幾句 都不會有什麼新款 主要是看看 好友淡友 會不會在波動中 強行推流 或者戰勝到對手 下方支持的防守位 仍然我之前提及過那些 就是6月12日那支揚竹 到這兩天 暫時來說都算是搜到的 那納子另外一個想法 亦都可能會 短暫去做一個boss 一個短暫的區間 其實我們會看到 近來美股當這個價位 即是說6月26日 那一波穿了一些比較重要的 一些短期支持位之後 你會看到他馬上不是繼續倒下去 反而是有一個後抽 這樣升上去 變成我們為了一種好暗的角力 其實是未完結的 始終美低的實力 是真心比較強 他跌穿了那些價位 可能立即後抽 也不奇怪 現在正在後抽 這種在相對高位猜球 形態就不像恒生子 那麼弱雞 他接下來七月份 又有整堆CPI 又開始有新的業績 都可以炒 所以納子 都不相信七月是完全沒有波幅的 他肯定是有一定的波幅的 甚至方向性 也都是七月內 有機會出現 不過 我們由於說 六月都就發來軟結 七月的CPI 也沒有這麼快出 加息也沒有這麼快 可能會有一段真空的蜜月期 我想在波幅的蜜月期 在波幅的蜜月期 可能就是猜上猜下 這種走勢 也是對於善用區間的人 亦是好炒的 但是過完炒多一陣 之後 當臨近CPI 或者意識公佈 可能方向 就開始未必有這麼爽 可能震動性 會開始加大了 在這個結論 美股的指數 其實這樣看也算是很好 起碼行程的先後 或者整體不同時段行程的變化 你都容易比較猜測得到 或者預估得到 如果是恒新指數 無論是升跌的行程 其實我也不敢 回答你 是不是一定到達的價位 所以整體而言 都是等一等 美國的指數 會有航程 我始終相信 等它開了邊先 然後進一步 就是後發先至 這樣做 相對來說 比較好 也不需要太快 去猜測 即是預先左側 去猜測 所謂的方向 就不需要去到那麼 這麼快 去猜測 去猜測 當然 美股最後也提到大家一句 在不同股票裡 你見到的氣勢 也有所不同 我們可以分幾類 第一類就好像 Apple這些 你見到是完美的 幾十度角度 當然不是四十五度角度 即是一個比較頓的角度 完美來一條拉 這樣升上去 我們見到 其實我的股價 甚至比近來 Microsoft相對比較強 Apple 就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大市的分水嶺 如果這個股份 都可以是急跌的 可能一夜 拖你十幾元下來 其實美股的走劑 可能是以轉劣 告中 所以 如果是好友的話 也要瞄緊 Apple 希望它順風順水 慢慢拖上去 求它 不要回太多 對於整體的複子 或者整體大盤的複子 都相對來說 會比較好 另外 我們也會看到 其實有一些部分 比較CAP的股票 開始跌得相對比較多 或者 複圖是跌肉酸了 也要提防 可能有些圓頂派發的心 我們看到 Bogo 其實複圖相對比較弱 自己的工作 也類似一種圓拱形 這樣派下去 所以 大家來自我小說 都相對比較好好 還是某些傷勾 有些科技股 其實無聲無聲 你一怕 而修计计资金期费率相对比较多 由图 저희上次反向逆推明示 美国股票的AI的概念已倒大 计算是炒掉了后部分股票都要分AI含量真実 或者是絕对值便宜贵 如果相对比较差,而且是非常贵的股份 当投资来买错了高位,也可以行错难 都可以输得很金 不如近日,我也不想否定AI含量 AI含量也有一定的 但是昂貴或者估值也不太認同 比起AMD近日回得相對較多 由一百三十多元,數一聲四聲進入 你肯定可以說是無可接運兩成 很多人都很厭惡香港的股票 你問心,購買香港的股票 即是恒生紙菜回了二千多元的幅度 近乎所有ATMSJN最高最低位 有沒有回20%? 以政股局來看,你認真看一看 你發覺是不好的 相反,很崇尚美帝人 你看看AMD更嚴重 比很討厭的港股 所以這裡可以顯示了一個道理 近日,美國股票 即使納指像是高低打, 所以,主力的技术位未跌穿也好,有部分股份暗涌开始出现 结论,整体指数分析就是这样 可能两地股市未必有单边行程,相对比较闷 但炒过股基本上不同,始终有过股可以选择 例如,早两天,我看淡,有些香港赌场股的股票做了淡汤 大家看,收益也算可以,也不错 起码就好过这么立即的指数去炒 所以,如果你想学习这么多奇权博弈的技巧,不需要每天摸指数 十分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进阶期权的免费广场 学习后就像我们很多新同学那样,用奇权去赢钱博弈 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赞好和留言支持 我是朱sir,下次再见